还是很难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吧 一大线牛总教练许生明在上个星期六 比赛结束之后促试 而球团今天最新的宣布是 9月9号将会为许总教练举行告别式 而在这两天他的灵堂当中 来了许多棒谈人士还有许多的好朋友 这其中也包括了这一群小朋友 他们都来自于高雄美农 原来因为出生于美农的许生明 特别回馈家乡的回到美农成立少棒队 每一到两周就回去交球一次 小球员今天来感谢徐教练 而未来许生明落叶归根 也将会安葬在美农老家 祝福您一路好走 我们第一代美农少棒 一定会遵守您的教诲 小朋友把喜好的信念给许生明听 这些都是美农国小少棒队员 因为许生明先前许下心愿 要重新擦亮老家美农的棒球招牌 所以他这几年只要有空 就回乡推广基层棒球 每一到两周就会去教小朋友打球 一个动作一个动作 慢慢教点滴在心头 球场上他会变得蛮严肃的 那在私底下他会变得很亲切很乐观 徐生明走了好几天 女儿一想到他总在脑海中不断重播 爸爸倒下的瞬间 家人现在只能转念 毕竟徐生明走的时候没有受苦太久 球团方面也已经确定 9月9号举行告别式 在台北第二殡仪馆公祭 之后家属就要把徐生明 在美农老家落叶归根 每次回美农他就会觉得 他心情就是比较安定 那种不会很环照 对对对 那我们就觉得说 那个地方是他很熟悉的一个地方 棒台一年之间 接连损失两位杰出的总教练 前兄立项总教练曾继恩 也在去年中风病逝享受91岁 巧的是他是徐生明美和中学时的老师 也是来自南部的客家人 更曾经在中职 以总教练的身份 和徐生明同场较劲 当时传为佳话 如今仕途两人先后离开 穷迷唏嘘更加不舍 TVB的新闻特别罢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